同时呢也疏于对我们这个文化群 还有这个我们佛教的师兄弟 这些群里边的这些同修们的 适于对你们的照顾 在这里表示歉意 同时呢在这个疫诊的过程中 发现大家对中医呢 确实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误解的地方 所以说有一些师兄弟和朋友就提议 逐渐逐渐的呢 搞一些中医的科普普及工作 同时呢教导大家 知道大家怎么着去做一些疾病的预防啊 知道大家做一些养生保健 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同时呢我们因为是在英国 也是传播很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 包括一些佛教团体啊 道教团体啊 各种文化团体啊 我们也逐渐逐渐的会请一些 大德同修来给大家 一起做一些分享讲座 这是我们的发起这个活动的因缘啊 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怎么在这个非典肺炎疫情方面的一些中医常用的用药 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居家防护和自救的一些方法 尽量呢用一些简便有效的方法呢 来提高我们的身体状况 来抵抗这个疾病 同时呢为我们的 以后的身体 也身体的恢复 和我们身体的健康 也做一些保健 好这是今天我讲的题目 就是抗疫中药的居家应用 抗疫中药的常用应用和居家自救的方法介绍 专业的东西呢 我们就少讲一点啊 少讲一点 给大家一个参考 这个疫情啊 从发展到现在啊 我们主要讲一下英国的一些情况啊 英国的一些情况跟国内的情况不太一样 那么国内呢 有这个 一种寒诗意和诗热意这方面 两个方面的一些争论 那么在英国的这次疫情呢 基本上都是以风寒诗为主的 这个疫情的主要的病基呢 主要包括这五个方面 一个是风 一个是寒 一个诗 一个是淤 一个是虚 主要这五个病基 在英中国 这个疫情 爆发的时候呢 我们就 组织了一些专家 对中国的疫情 做一些分析 和一些 指导吧 一些那个 前线人员的一些 身体方面的一些指导 我们现在是在学会的 我也是指理背的专家之一 那么我们 现在社证学会 对在武汉 报道疫情的这个记者呢 对他们的身体 有一个指导 每天他们都有记者 发给我们 这个舌头的照片 我们根据他舌头的照片呢 来判断 他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一感人群 需要做哪一方面的防护 和一些保健 来避免感染到这个病毒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这个活动是 现在社证协会和国内的 五联德基金会 一起做的 那么这个活动 上周末刚刚结束 但是呢 我们现在社证协会 和山东中央大学 和英国大使馆 搞的这个全球的抗议 还是在继续进行中 那么这个易感人群呢 我们通过分析 和通过对国内的 这些调查数据的分析 主要就是 阳虚气虚和寒失 比较重的人 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 大家都知道 到了现在 人们的生活方式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 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 那么以前的时候 没有空调 中医也讲春夏养阳 我们春夏的时候呢 天气特别热 我们通过太阳 和天气地气的这种影响呢 把我们身体里别的冬天 或者是以前储存下来的 这些寒失之气 把它排出来 但是 现在呢 这个生活方式呢 每到了天气炎热的时候 我们家家都有空调 办公室的空调 更是非常的 冷 特别是英国 英国夏天的空调 办公室是很冷的 有很多病人回来都说 在办公室里别 都要拿一个小的毛毯 盖在腿上 或者胚在肩上 夏天吃冷饮 夏天吃冷饮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种生活状况呢 就会不可能就把我们身体 内部的这种 寒失之邪排出来 同时呢 又加重了我们这个寒失之邪 那么春夏养阳的这个 养护阳气的这个功能呢 也被损害了 所以说我们就导致了一些阳虚的这种 体制 阳虚失气偏胜 同时 过多的熬夜 夜生活 加上了我们的留学生啊 学习压力大 那么各个各类人群的这个 睡眠时间比较晚 入睡的时间比较晚 那么导致了这个阴阳都会 耗伤了阳气 都气虚含 这种气虚含湿啊 都会比较明显 同时过多的冷饮 辛辣的饮食 也是损伤脾胃的 脾胃损伤伤以后 你的气也虚 失气也胜啊 导致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瘀就更明显了 瘀呢 你比方说我们的干瘀啊 生活的这种压力 工作的压力 学习的压力 导致的干瘀 长期从去年12月开始到现在 这个疫情的发展 本来心情很好的人 那么对这个疫情的这种恐惧 恐慌啊 也导致了很长久的这种 干瘀 郁闷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瘀呢 同时还除了干瘀以外 还有这个肺瘀的表现 就是肺气瘀制 我们在这个疫情里边 表现的非常明显 感染了这个病的人啊 都有肺部的症状啊 胸闷胸紧 这是他很明显的一个症状 那么风寒失虚 瘀这五个病症呢 是影响到 在英国表现的比较突出的 这个病症 在我们传统上来讲呢 我们治疗风寒外感的 这种病症 无论是流感病毒 还是外感风寒的这种感冒 我们传统的中医的处方 主要是有金房败毒伞 人参败毒伞 小柴湖汤这一类的 那么在英国呢 我一直在用着金房败毒伞 来治疗一些流感 因为英国地处比较寒湿 湿气比较重 冬天特别 那个刺骨的比较冷 寒湿路侵比较明显 那么夏天呢 很短的一阵阳光 然后完了以后 马上就有雨 那么这个湿热 也会带着这个进入身体 那么把湿邪存在身体里面 突然间你受了风寒 也会导致一些这种病症 那么大多数在英国出现的这种感冒 或者流感呢 都是风寒外感 配上湿 大多数配上湿 那么金房败毒伞 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非常好的治疗风寒湿毒的 外感的一个处方 那么人参败毒伞 就是在金房败毒伞的基础上 加了人参薄荷 它就有治疗 带着一些虚症的一些病症 那么小柴湖呢 就是半表半礼 它伴有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胸脚苦闷呀 口干 口苦口干呀 出现了这样情致的病变 加了一些小柴湖汤之类的 那么根据 英国的疫情的特点呢 我自己还拟了一个处方 就把这三个处方加在一起 这个金房败毒伞 我们是 我经常用的是这个片剂 就把它一片 浓缩片 浓缩片的一片是0.5克 根据病人的情况 一次给予4到6片 再多的可以用到10片 12片一次 都可以根据它的情况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金房败 再一个就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这个 肺心肝肺炎的 石像的一个特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舌头 这些舌头呢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舌头的前面 前沿 它都有一些红点 这个部位呢 这是呼吸道的部位 上呼吸道的部位 咽喉啊 气管呀 气管呀 就是在这些部位啊 再往下 这里就是肺的位置了 那么 早期的一些表现呢 就是这 舌尖 中间的这个偏红 两侧的偏红 就是口腔和上呼吸道的 感染的一个真相 但是呢 它后边的舌头都是 舌苔呢 都是偏白 偏白和偏腻的啊 都是寒症的一些表现 那么主要 只要你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它肯定是有上呼吸道感染的 这个症状的啊 那么我用这个金黄拜祖散治疗 治疗这个 新冠肺炎的典型病例呢 就是不能说疑似病例啊 疑似病例 不能说典型病例 因为这个病人 一直治好 他都没有 医院里面都没给他检测 这是他的祖方 他的祖方 那么这个小孩 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怎么就不 不 详细说了 这个小孩呢 是个16岁的小孩 发热了两天以后 父母开始求治 通过 通过一些微信 来发了照片过来 然后呢 就开始用药治疗 那么他 头两天的体温 都是38度4以上啊 同时呢 有恶心的一些症状 喉咙痛 咳嗽 喉咙痛 咳嗽 从第二天 下午开始治疗 吃金方拜祖散 这个片剂 金方拜祖散片剂 一次吃四片 这个小孩啊 一次吃四片 同时呢 他有虚的真相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脾胃部是比较偏虚 使他比较水腻啊 有湿气比较重 那么就给他加了个 不容易气 一起配着吃 第二天的时候 体温就降到37度4了 啊 逐渐逐渐 这个喉咙疼痛啊 咳嗽啊 第三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完全控制住了 然后体温也控制下来了 那么这个胸闷的症状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也明显的好转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都是要 开个门 开个窗户 要不然他就觉得这个气 憋在那里 闷的他又喘不动气了 嗯 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 从3月12号开始治疗 到了3月19号 就基本上 恢复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 我自己拟定的这个处方 就是加位金方拜祖散 加位金方拜祖散 我是本来也想做成骗剂啊 服用方便 小孩吃起来也方便 外国人呢 他对这个中药的味道比较 不太感兴趣啊 像那个药片呢 直接就冲下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粉剂呢 他就需要冲开了 浓缩粉呢 冲开 咽下去 味道比较浓厚一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 就是药厂做不出来 就做成了这个一包 每包四 每包四克的这个粉剂啊 每包四克的粉剂 那么我就把它每30包 做一个小包 做一人份啊 给大家分 发分给大家来治疗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处方 它的治疗效果比那个 金方拜祖还要好啊 那么它的用药的指导 就是高危预防 你要是准备乘飞机啊 或者有预测 要接触这个高危人群的时候呢 你提前两天开始服用 早晚各一包啊 连续七天 七天以后 如果没有什么症状 你就可以停药 那么治疗呢 就是出现任何这种流感的症状 你都可以治疗啊 因为它不只是 仅仅治疗这一个病毒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的啊 所有的流感它都会治疗 感冒症状都会都会治疗 那么再一个呢 就合家的预防治疗 我们都建议 家里边有一个人感染了以后 其他人要预防性的 吃一些药物啊 像这个药物可以一次吃一包 或者是两包 因为这个根据我们国内的经验 特别是武汉早期 一个人感染了以后 全家人都会合并的感染了 因为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不可能是隔离的非常好的 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用药特点 这里呢 也有一个病例 这是一个我们的华人的女士啊 你看看她的舌头也是这样 舌尖是浑的舌 舌中间 她都是白逆胎啊 这是寒湿的一种表现 外感风寒湿血啊 她是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 就已经持续发热咳嗽八天了啊 第十天的时候开始服用这个药物 那么体温就是第二天 服用药物第二天就开始退下来了 然后呢 喉咙就明显的好转 这个她也有伴有明显的这种消化道的症状 也伴有明显的消化道的症状 大家可以看她这个舌头的表现啊 体温也逐渐逐渐的好转 到了三十七度一服药第二天的时候 咳嗽痰逐渐逐渐开始变黄 能够把它咳出来 那么到了四月八号的时候 这个体温啊咳嗽啊 恶心眼都好转了 能够正常的吃饭了基本上啊 这是这是一个病人 可以看到她的舌头的变化啊 白逆胎 从这个白逆胎逐渐逐渐变得 那个舌胎恢复退掉 那么呢从白痰青痰 到了这个黄痰然后出来 那么韩正呢一定要把她的痰逐渐逐渐变黄了以后啊 能够顺利的咳出来啊 她的肺部里肺里边的这些淤积的毒素才能够完全的排出去了 不能不能是呃 痰症的病人你让她一直有白痰那很她就会容易把这个邪气 嗯 一直停留在肺里面啊 引起一些肺功能的一些损害 这是两个病例 就是净方败毒伞和加位净方败毒伞 这治疗风寒感冒的风寒病毒的这一种 呃 处方 那么怎么分风寒和风热呢 呃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 风寒的时候就是 发热不是很严重啊 一开始的时候发热不是很严重 但是怕冷 有怕冷的症状 有头痛 肌肉疼痛的这一类的症状啊 头身痛 肌肉痛 怕冷 有发热 但是发热不是很严重 早期一开始 头一天 头两天的时候 那么喉咙的感染的情况呢 不是很厉害 腌肤疼痛不是很厉害 呃 那么 呃 风热呢 就是发热比较重啊 有明显的发热 呃 不一定体温高 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热 他不是很怕冷 呃 喉咙一般是比较痛啊 扁头体容易很容易就出现这种感染的这个真相 那不是很怕冷啊 这是他的外观上的这个症状的表现啊 我们只要能分清楚这两点 对于风寒风热就基本上能够 呃 分清楚了 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居家食材的这种用居家食材来预防和治疗一些这个这一类的疾病啊 大家看第二个病人和第一个和第二个病人的时候呢 我也让他在家里边熬一些姜汤啊 来自己吃一下预防和帮助这个药物的这种热性的这种发散作用 啊 我们家里边像我们中国人啊 包括英国人也是他会有很多的这种调料品 像我们常用的这个 呃